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在明天到星期四的清晨会是气温最低的时候 北台湾的低温可能只有16 17度左右 高温也只有20度 局部地区可能还会更低一些些 比起今天差了有超过10度 一定要特别留心 至于中南部的低温也只有是89度 至于降雨主要是降在迎风面的北部和东半部地区 其他地方是多云道行的 而是冷的天气其实要到周末才会好转了 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东北季风会逐渐减弱 包含了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气温都会稍稍回升的 不过北半部呢还有东半部地区 雨势是稍稍减缓而已 其他地方是多云道行 继续我们要带您来关心的 就是今天下午各地的天气预测 提醒您傍晚之后气温会下降了 北台湾是迎有雨的天气 平均气温大概在19到22度左右 中部地区是晴天 平均气温可以来到22到26度 南部地区也是晴天 平均气温24到31度 至于在东半部地区可以看到 是迎有雨的天气 平均气温大概在20到25度 外岛的澎湖是晴时多云 气温22到23度 金门多云19到20度 马祖是迎有雨 气温在14度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